好久没有吃排骨了 今天买了三根 花了五十多块钱 排骨稍微砍大块一点 再来切些配料 把蒜切成片 姜切成片 葱白切成段 锅里先不要放油 把排骨放进来煎干水分 可能不需要放油 煎的过程中 排骨也会出一点点油脂 然后把排骨煎到金黄 煎好了就把排骨先铲出来 接着我们来调一个酱汁 要三块红腹乳出来 再舀两勺汁出来 再来一勺生抽 然后把腐乳捣碎 腐乳跟生抽都比较咸 这里我就不放盐了 重新取个砂锅 加入少许油 把配料放进来炒香 炒香了就淋着适量开水 然后把布乳汁倒进来 再来放入5克冰糖 煮开了之后加入排骨 放进来的开水量最少要没过排骨 煮开后转小火焖35-40分钟 趁着焖排骨的时候 我们来烫一些西兰花点缀一下 焖了有40分钟了 排骨的汤汁已经焖的差不多了 现在改条大火收一下汁 用腐乳焖出来的排骨颜色很同样 特别好看 收汁的时候要多翻动一下 要不然很容易上锅底 好了收到这样子就可以出锅了 今天这道妇乳焖排骨 吃起来绵软鲜香 颜色红亮喜庆 过年可以做上一盘 又好看又好吃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哦 做西兰花点编农 准备一下 好看 昨天没有人 感谢观看